台下法律的 台下法律的 讲一下 他现在到底会面对 怎么样子的法律的状况 林北好友诬告罪 诬告罪会怎样 诬告罪的成绩七年下 诬告罪也这么重 虽然我昨天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戏上曾经有这样一位戏友 可是我看到他做了一件事蛮聪明的 就是他跟林北好友录音自保 假设他没有把他跟林北好友谈话的内容录下来的话 现在锅全部都他的 因为警方寻线找到嘛 对不对 然后他又这个办事不力 对不对 以为自己装了什么VPN就变骇客 对 这个我觉得真的都太傻了啦 在此跟所有这个国民党的青年 我知道有些青年还是认同国民党 不要为了国民党那么傻啦 国民党跟罗志强有好处不会分给你啦 对啊 现在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嘛 他当时其实只做对一件事就是说 他怕有一天巡线被追查到 如果是他的话 那他完了 因为查到他变成一个断点 我说你干嘛这样子恐吓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就说 你干嘛这样恐吓 你是不是民进党反串了 你是不是民进党臥敌在国民党 把他切割掉 他为了怕切割掉 把他跟林玉宏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录了下来证明说 其实呢 被恐吓的人跟他是合谋 叫自导自演 那还有一个案件啦 就是说总统府的这个信箱里面 收到被放炸弹 然后呢 林玉宏说 他的信箱账号被冒用 然后所以被冒用的那个人 去发信 恐吓总统府说有炸弹 那 我想虽然警方的调查 我们持续拭目以待啦 但是这个人的人品跟人格 大家应该有智慧都可以想到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以这个 说实在 一直讲到台大法律 我真的觉得 再次证明了 学历不代表一切 你看匪陶匪也这样啦 对 台大法律也这样啦 所以重点还是你要看这个人 长期以来的言行的轨迹 台大医学系也这样啦 糟糕了 他唯一 他唯一做对的事情是 把这件事情呢 停留在一个录音自保之后 变成是 林北好友指使他这么做 那接下来呢 林北好友其实我觉得 他也很聪明啦 我搞不好 我都认为说 他也咨询过律师 他也认识了很多律师嘛 很多律师一开始 以为他报屈嘛 对不对 直播什么的 那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唯一能够去追究 他的法律责任的人呢 是被他诽谤 毁损名誉的人 但是呢 被他诽谤毁损名誉的人 他又讲得很抽象 就是有人恐吓我 他也没有直说是 民进党恐吓我 因为他如果讲说 民进党恐吓我 那民进党就可以追究他 那现在就故意 模模糊糊地讲 他让什么 他让那些蓝营的侧义 蓝营的参选人 让罗志强 徐巧新 这一类的人去 行诉一种 好像民进党 打压他的氛围 但是他自己没有讲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 资讯战的可怕之处 就在这里 他经常用一种 模模糊糊的方式 去塑造你的认知 然后后面来切割一切 他所有的法律的责任 包括说呢 他现在造成 这么大的社会纷扰 我必须讲 查到最后 你会发现 他有法律责任的几率 非常小 因为在台湾 制造社会纷扰 是没有罪的 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 因为民主自由的社会 多元的言论 大家抛出 你自己要讲的东西 像你们北郊油 这种 自倒自演的 夹恐吓事件 延续到政治上面 做一连串政治攻击的时候 抱歉 其实法律是没办法处理的 警方之所以可以 接入调查 是因为他涉及一个 恐吓危害安全罪 所以警方可以去调查 调查是谁恐吓他 但是发现说 原来你们是 自倒自演之后 他是自愿被恐吓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许的 他也不会有恐吓罪的问题 因为他是跟他合谋啊 那林北郊油呢 没有啊 他只是干嘛 他只是引起社会骚动啊 可是引起社会骚动 有什么问题呢 法律不处罚 引起社会骚动啊 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我们在这边坦白讲 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有多元的言论空间 这一点没错 而且大家都要一起来 守护这个多元的言论空间 但是言论要负责 对 言论要负责 如果法律没办法 让他们的言论 让他们为他们 自己言论负起责任的话 我觉得选民 你眼睛要睁大 眼睛要睁亮耶 真的很糟 如果你让参选人 从这种制造社会纷扰当中 还谋取了政治利益 还让人民被蒙蔽 被欺骗之后 你还把你的票送给他 那这样子的话 台湾绝对 绝对不会有社会平定的一天 因为大家都群起效仿嘛 对 我觉得听了之后 我就哇 心里面就量了一半 就是他们到最后 很可能都不会负起 法律上面的这种重的责任 可是呢 你过程间挑起来的社会对立 仇恨那种撕裂 彼此这样子 这种这种仇视对方 你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补 谁来补 你怎么赔 你赔得起吗 那都是整个社会 要付出来的代价 就因为你们这两个 害群之马在这边胡搞瞎搞 然后呢 你知道他 这个林北好游呢 他在今天po一个脸书嘛 就说对对对 他做错了事情 他还po了一张 他民进党的党证 然后把这些资料都涂掉 哎不是啊 这很故意吧 你到最后一 最后的一个po文 你都还要 消费民进党 栽赃给民进党 他你看他入党什么时候 2020年 2020年是蔡英文第二次 选上总统之后嘛 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林北好游 尽管2020年已经入党 可是你长期以来 不断的用一个在野监督的身份 然后其实你的入党 是不是某种预谋 你其实打算接下来的一切 只要逮到机会 就全部推给民进党 这个人真是用心之恶劣啊